中央社制图中央社记者朱泽伟台北一日电民事新闻停播案,NCC今天表示,将暂缓开罚,给民事及TBC。 多点空间跟时间,NCC下周一会腰双方道会协商,协助尽快达成共识,假使共识不成,之后还是会依法继续开罚。 红海副总裁吕方明旗下TBC台湾宽平,及凯博有限电视,台固有限电视等三家业者,因与民事谈不拢民事新闻台授权上架问。 提,TBC旗下南桃园、北市、信河、吉原及群建五家有限电视公司于5月4日予以断讯,受影响收市户数超过70万户。 民事断讯暗言重损及订户及月听众权益,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日前对TBC断讯先开罚新台币6万元,对民事则于警告,要求立即改善。 由于双方协商持未完成,NCC昨天决议再对TBC旗下五家系统商个别开罚66万元,共计330万元,并对民事采储20万元。 NCC今天上午就民事新闻停播案开会,副主委翁伯宗会后向中央社记者说,将暂缓开罚,给双方多一点空间跟时间,所 天凯博跟民事已经达成临时授权协议,有好的案例在那里,希望双方能够参考,尽快达成授权合约,播民事新闻台。 翁伯宗表示,将要求民事及TBC本周先自行协商,假使没有进展,下周,一会找双方到NCC协商,假使仍不成,后续还是会继续依法开罚。 TBC主管说,之前有发函邀民事今天来协商授权事宜,但对方依旧没有出席,总记者周邀民事三次,对方始终不愿出席,之,后会继续努力,也盼在NCC协助下,能够赶快拿到临时授权或正式授权,没有侵权疑律后,就会马上,播民事新闻台。 编辑,张军茂1070511延伸阅读民事上架谭布隆凯博点出包裹授权争议。